那怎麽修呢? 在成中 那成是什麽呢?我们来看 成,大家都知道在佛法中 里面所讲的就是成饶 成所指的在佛法里面就是成饶 如果从他的具体来讲更进一步来说 称为叫六成 叫六成 那六成是什麽?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你看我们的眼睛在这个外面的境界当中 所看到的色相 所相处的,所接触,你眼睛所看到的 在这个色相当中一般呢 我们会怎麽样? 很多会污染我们的心,对不对? 你眼睛所看到的,你今天无论你看到什麽 有时候啊,他常常污染我们的心 比如说你看到好的,你不会 会不会洗了一个欢喜的心啊? 会不会? 你看到你喜欢的啊? 这个我好喜欢耶! 今天我的先生很听话哦! 又不发脾气了哦! 又会念佛哦! 又跟我来诵经哦! 我好欢喜耶! 嗯,老蔡今天很乖乖的 坐在那个沙发 听经 又能够念佛 听经 不错,很欢喜! 看到小孩能够听话 能够不跟父母顶嘴啊! 能够很孝顺! 给你感觉很欢喜! 看到我的生意啊!非常的好! 今天啊! 生意也赚大钱! 我真的很欢喜!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对不对? 你眼睛所看到的 突然间我到银行 看到我的户账号 本来是身价五千块 现在变成五十万 我好开心啊! 都有这种的 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嘛!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 看到的 所看到的 你的心都是在变动 都是在波动 当你比如说看到不好的 你的心是怎么样的? 你的心会起了厌恶的心啊! 对不对? 像 像那个 前几天 有一位 这个 到场的一位总干事 他是干部 在马来西亚 他打电话给我 说 做总干事好辛苦 我说 真的啊! 能够做总干事 都是菩萨在来的 那个不容易耶! 我看到有一些 我看到有一些义工真的不听话 我心里好难说 很多事情 所看到的这些的万物 设想 你会落到你的这样的 然后怎么样呢? 落下你这个灰尘的 你会起了烦恼 但是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无论你看到什么样 好还是坏 善还是恶的 你这一念当中 你不可以 在这个生活里面被转了 你要用你的清净心怎么样来转 一念至今 你把它转过来 看到好的都是好 看到不好的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平等的 你不会被这些所看到的 而所影响 影响给到你的心 扰热你的心情去 中风果是就是叫我们这样学呀 当你看到好的 看到你不好的 看到顺境 看到逆境的时候 一句阿弥陀佛 头一句都是阿弥陀佛 你这样修等于你跟阿弥陀佛这句面 跟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融合而已 你这样修行才会成就 这个是从眼睛所看到的摄像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耳朵 我们耳朵所听到外面的这些的声音 比如说有人批评你 你会感觉厌恶 发脾气 不喜欢 有人赞叹你感觉很欢喜 很快乐 中风果是叫我们学佛不要这样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让你开心就开心 让你烦恼就烦恼 你要在这个境界当中 怎么样去转这个境界 那个才是修行啊 不要因为听到一些你喜欢的 你就感觉很欢喜 听到一些不喜欢的 你就很发脾气了 你不要在这个境界当中 去造也 这比如说你的鼻子 闻到一些香味 你喜欢的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闻到不好的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或者我们的舌头 尝到一些味道 我们喜欢的 你的境界是怎么样 你的境界是怎么样 好的是怎么样的 甚至于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意念 这意念里头 你不会落下了这些的影子呢 从你的内心的贪嗔去卖 自知之理没有力啊 你会不会被这些污染 而落下这样的影子吗 这个就是六成 所以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这个心 在讲中风果师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心 我们现在这个心全部被污染了 就是通过通过什么 这六种途径就是六根接触六成 天天都是在被污染了 我们有没有发现了 我们有没有觉悟呢 六根接触六成 我们有没有这样 眼睛耳朵鼻子 六根了 你的六成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 外面这些的境界 外面的这些六根接触六成 这些六成 这些境界当中 他真的能够污染我们的心吗 他真的吗 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问候 外面这些境界当中 真的能够污染我们的心吗 六根接触六成 真的能够我们被迷惑吗 说实在的 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真正修行的人 真正念佛的人 这个倒不一定 也不一定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他都不害怕 而且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远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中 不但不会被污染 不会被迷惑 而且天天都在继续不断的生智慧 真的耶 会修悟的人 会念佛的人 有真正修行的人 他不怕这些境界 六根接触六成 不但不会被迷惑 在他的心目中 不断的都在生这个智慧 所以在这个都是教我们中风果师 要我们如何用心 如何去觉悟 要不然中风果师 不会在此地说 在尘中了自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接触外面这六成的境界中的时候 中风果师要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能够了头 在这个境界当中 在这个六成当中 你能够去觉悟 对于静缘 你要通通去明白 静缘的意思是说 顺缘 逆缘 善缘 恶缘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要真正 你要真正的去明了 而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的内心一定要不受干扰 这个很重要 你心要如如不动 你看我们 我们现在每天就是这样的 一到境界的时候 心有没有受干扰 有啊 心有没有动 有啊 每天都在动啊 波动啊 波动跑到太快了 在境界当中 我们常常就这样当中的 好